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好几个群组 大家都在讨论 调查局发生大吼 到底发生什么事 很多人想到第一个反应说 哎呀 不晓得哪些资料被烧掉了 很多资料 没办法处理 可能也见不得人 干脆就放一把盒把它烧了 这是很多人的印象 但是 发生在调查局是很奇怪 彰化的联法食品 发生到十个人 各位生命 十个人没有生命 已经有五个人确定是死亡 彰化是个很大的食品厂 很多人都吃够它的食品 我保证你吃够 只是在节目上我不方便是讲哪些东西 但我保证你绝对吃够它的食品 所以 其实你有时候看 台湾很多地方是很危险的 我看他们去见走六个人 然后有两个死了 今天上午有个 女教授已经遗体被找到了 先前 因为他有点高山症 所以有个先生陪同他 那个先生的遗体 前天先被发现了 那女教授的遗体也被发现了 你可以看到 我们很多生命在流失觉得好脆弱 真的好脆弱 那各位朋友 让自己过点好的日子 就是我所期待的 台湾因为 台湾不是一个很正常的社会 因为我们对政治太狂热 政治狂热以后 很多人就没有理性 然后就开始分出什么蓝力 分出了什么 有些东西 就水火不容 不必要 不必要 那 应该想的是怎么样 应该想的是 你要勾自己好胜喉 你就不要去挑衅别人 有一个老翁 对一个邻居的小孩 喷气油准备要点火 被他老爸一钱打下去 前台湾人人叫好 这个爸爸说 我就是要保护我儿子 这个邻居的老翁 被人家一钱打倒 大家叫好 为什么 你的手法太狠了吧 在陪人身上交气油 还打算点火 这种手法 除了那些不要脸的反送中 的人做得出来的话 全世界有谁好意思这样做 对不对 然后 反送中时候 在人家身上点火 而且 交气油点火 然后全世界的媒体叫好 当然全世界的媒体不包括我 这是什么媒体啊 这就是欧美所谓的先进媒体啊 他们支持反送中啊 不要脸 是不是 作假新闻啊 只是为了香港 闹A大 中国大陆越南看 为了给中国大陆南看 生命不重要了 全世界这些最主要的媒体 畜生媒体啊 对不对 什么畜生媒体嘛 我只要可以 可以给中国大陆南看 香港闹A大也好 香港橱窗打破了 把里面手机抢走 把里面精品抢走 哇好啊 这是什么媒体 他们每天在讲价值 你有什么价值啊 他们没有看到有人用砖头 把一个老人把他打死嘛 他们知道啊 这不能报答啊 为什么不能报答 又这会打击那些反送中 那些香港那些人的士气啊 对不对 他们闹香港政府就是 给中国共产党难看啊 所以全世界 这些主要媒体天天都顶搭啊 这不是畜生吗 反送中事情畜生 这些媒体也是畜生啊 各位朋友 我从2016年讲到现在 我也没有改变我的讲话 我那时候讲的 没有人相信啊 现在所有资料都出来了 有图有影片有什么 然后那些媒体继续扮演他们 跳梁小丑的角色啊 对不对 只要可以给中国大陆人看 我新闻所有扭曲都没关系啊 美国夜战期间 有个夜贡啊 这夜贡啊 很残忍啊 抓到谁都枪毙啊 有一天他被 蓝业的人发现了 因为那时候 比较 等于说 资讯比较没有那么发达 他们发现以后 美国 因为美国那时候是支持蓝业嘛 一看 哇这个家伙坏蛋 你看 在街上当场拿枪起来把他枪毙 把他一枪把他打死啊 结果被美国的记者拍到 这记者哇太惊悚了 我们怎么可以这样残忍 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报纸登上了 然后他获得普利之文学奖 哇好厉害喔 然后文章 他写的文章啊 大家谴责啊 原来美国这么残忍 哇反战啊 怎么样怎么样 这记者后来后悔了 为什么霍伪 因为他们 那时候认为说 我们蓝业跟美金 我们就是 对抗共产党 共产党是全世界最可恶的 最可恶 可是 可是 我们是反战啊 所以我们怎么变得那么残忍 他出来 忏悔是怎么样 他不晓得 这个被杀的人 已经杀了数十个人了 而且是用灵类的手法 把人抓走 用灵类手法 怎么样怎么样 那当然啊 他可以有不一样的意见 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朋友 我们很多新闻在演变 很多人都不关心 台湾很大问题都是在这里 新闻在演变嘛 你要看演变 他最后是怎么样 对不对很多新闻发生过 那现在很多人讲得很好听 自己在做的时候怎么样 这就是 一个台湾很大的问题啊 我讲很多新闻在演变 昨天澎湖有个兵不见了 今天上午早到 大家下了半死 因为金门那个兵不见了 大家讲 对哦 金门有个兵不见了 不见就没下文了 因为没有媒体学 只有我在讲 都知道跑去大陆了 说我们要跟他交涉 请问交涉怎么样 请告诉我 国防部陆委会 海基议会 你们怎么交涉 没有下文啊 是不是 金门的立委帮你交涉 就被骂了 哎呀 帮共产党传话 那怎么办 你的兵要游过来哦 那怎么办 游到快到的时候 力气不够了 我们的海警 只好把它捞起来 然后变成我们要负责 我们现在要养他啊 各位 我们现在要养你们 养你们台湾的兵啊 是啊 啊我们还要被骂 永远被骂 那就不要接触嘛 讲什么 反正都你们对嘛 对不对 因为你们有大量媒体 随你讲啊 拜登一直要跟习近平碰面 习近平为什么不肯 因为你拜登 跟我见过一次面 跟我通了五次电话 跟视信 你讲了跟我讲了 还有你回去传播的不一样啊 你手保证的每一样 你都违反啊 那我 我习近平的保证 我每一样都做到啊 啊 美国可以信吗 因为 因为中国大陆是极权国家 美国是民主国家 所以美国永远是对的 美国 美国讲的话全部违背啊 他跟习近平讲 我 我不会支持冷战啊 我也不会去拉帮结伙来对付你啊 对不对 我也不会去改变你的体制啊 而且我绝对不支持台独啊 美国有没有在支持台独 有没有拉帮结派 叫韩国叫日本叫澳洲 大家一起来对付中国大陆 有啊 有没有叫欧洲 大家一起来对付中国大陆 有啊 这不叫拉帮结派 叫什么 你有没有希望能够打冷战 大家把中国大陆再把它隔离起来 我们有晶片的联盟 我们有武装的联盟 对不对 有没有 有啊 那这不是准备要打冷战吗 是啊 啊我嘴巴讲的 我都做不到 但我嘴巴讲的很好听啊 各位 这就是拜登啊 美国啊 那有没有人会 同情中国共产党 被美国一路骗 没有 有没有 现在大家都谴责习近平不愿意跟拜登见面 我跟你见面 你每次保证 我们互相的保证 我做到你通通都做不到 然后全世界在骂我 各位 这个叫公理吗 我不是要替共产党讲话 我替 是非讲话 啊 啊 啊美国做什么都是对啊 一个下下流下山烂的国家 一个 言而无信 信口开合的总统 啊大家不谴责 不讲话 各位这是什么世界 欸 我们现在世界变成可以这样颠倒是非吗 我不是讲说谁对谁错 而是我讲 啊你各自互相保证 啊互相保证 一方永远做不到人 永远获得赞美 一方背信忘义的人 永远获得歌颂 啊天底下有这种事情吗 我们现在 你的人性喔 不要因为全世界 或者哪些东西 而改变 这个就叫做价值啊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做这一点 这个就叫做价值 我不管你多少人啊 2300万的台湾人意见跟我不合 我还是知道我是对的 对不对 我 我还知道我是对的啊 我不管你人多人少 我也不嫌疾 我也不需要你的选票嘛 我不差嘛 各位 但是你自己要坚持 我这个就对的 你如果连自己内心的信仰 你都不能坚持 然后去护二 哦 我们现在台湾嫌疾四痕 要去护二 叫做媚俗嘛 对不对 当老师的要去媚俗 怕学生跟他打 他他成绩不好嘛 现在老师要由学生来打打分数啊 这个老师在课堂上表现好不好 那老师要怎么做 你们来不来上课 没关系 我都给你们高分 学生都会打 这个老师最好啊 怎么样 各位 现在不是这样吗 是这样啊 学生帮老师打分数 是 各位朋友 那你想像如果老师严一点 那老师不是要倒霉吗 我们现在能教出什么学生 没有嘛 教出的是畜生嘛 各位就这样 对不对 最被歌颂就太阳花嘛 畜生花嘛 不是吗 各位你这样 你看小董这些年来 我所讲的东西 我跟社会主流不一定一样啊 但是事情过了几年以后 大家 哎呀小董那时候讲的没有错啊 对不对 你看太阳花那些药角 有一个最近还在坐牢 叫柳林伟啊 他们那时候 组织一个团体叫做卧草啊 肥卧的卧 三点水肥卧的卧 青草 绿草 草皮的草 各位请上网 柳林伟柳医师啊 现在在坐牢 好几件事情 侵吞这个钱 然后现在 现在他讲 对哦这个名字有点印象 那时候是很火红的单位 全力支持太阳花耶 他亲战 或者怎么样怎么样 那些还没有去坐牢 他开车载个女孩子抢吻人家 被那女孩子告了 他认为自己很有魅力嘛 对不对 太阳花的药角嘛 很有魅力嘛 那女生 很气啊 告了他 结果现在去坐牢 哎 当医生不容易耶 结果因为 因为去搞那些社会运动 政治运动搞到 搞到最后自己觉得很有魅力 那这个和真 你去坐牢和政治无关吧 好几 他好几个案子 各位朋友 双木连 柳林伟 柳树的柳嘛 双木连 伟是一个协议旁 再一个伟小宝的伟 各位朋友可以上网 那不要讲这个 海域投拉股 贩毒的贩毒 卖淫的卖淫 你看太阳花那些药角 就是一个这样的活动 然后所有的这些 这些人通通进来了 然后他们就变成他们有震荡性了 他们只要缓忙很久 做什么坏事都可以啊 各位 这是你的价值吗 我们价值不是这样啊 那不是这样 为什么做什么都可以 因为我们在大潮流 只要我们缓马 缓国民党 我们做什么都是对的 现在来看嘛 缓送中太阳花 对不对 你很多事情 你们去看他后续的发展 在发展期间 我就知道这是错的 很多人不相信啊 马王战争 我讲 王金平是错的 当然是错的啊 今天我看到 有一个检察官的 改组小组叫做 改革小组叫做 渐轻渐改啊 我昨天在我节目上 在我们的节目上 大骂 检察检察长 三个礼拜五 调来调去那些 对不对 我说这就是一个政治的一个绑装嘛 好这些人准备要搞选举嘛 是不是 渐轻渐改 当然也一直有意见啊 他今天也讲 可是 可是在马王战争这件事情时候 这些搞司法的九层五以上 都挺王金平啊 王金平做什么事情 关收 帮民进党的党边 柯建民关收 为什么大家不讲话 而且都挺他 有讲话都挺他 只有小董没有挺 我不是因为我跟马航九比较好 或者跟王金平比较不好 或怎么样 王金平对我 比马航九好一百倍 我老实讲啊 但我们就是论事啊 关收就不对 你是国会的议长 你还关收 那更不对啊 那你们政治人物关收 会带来怎么样 不会怎么样 政治人物关收 尤其 国会龙头帮民进党关收 既然获得社会七八成的支持 然后这些所谓的法律团体 哦 检察官法官 律师 大协法律系教授 既然多数都挺王金平 那只能说明什么 只能说明原来全台湾不要脸的人 有这么多 对不对 不要脸到几点 他们在教法律耶 他们在当律师耶 或者法律系学生耶 他们是检察官法官 还有这些政治人物 包括国民党的人都 多数都挺王金平啊 各位大家记得那个事件嘛 那现在呢 现在呢 现在很多人讲 哎呀司法这个我不能接受 司法不能接受 前台湾没有一个 节目评论人或记者 像小董 骂司法骂这么厉害 我敢讲啊 我都指名道姓嘛 对不对 但是 但是当发生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看他的货续 不公平啊 不公平到几点啊 为什么有权利的人 柯建明 他可以拜托王金平帮他关收 然后王金平就跟他讲 哎我帮你关收了哦 注意啊 大家看那个录音就出来了嘛 对不对 那那个社会是怎么样 社会是一个衰败的社会 没有自行人力的社会 被媒体控制的社会 媒体就哎对啊 哦对不对 那台湾这些媒体 媒体这些老板多数都是畜生耶 他们哪有什么是非 对不对 大家看嘛 炒地皮炒成这样的人 哇 是媒体大老板 台湾的 什么房价什么那个 别想改革我告诉你 因为他掌握了媒体 政治人物就不敢对他怎么样啊 就每天要歌颂他 配合他去炒作啊 就这样啊 你以为他们办办个媒体可以赚多少钱 没有多少钱啊 对不对 一言后益能够一两亿 那已经很多了很多了 炒个房子几十亿几百亿耶 对不对 大家看嘛 所以 所以就要偏偏去搞这些啊 我老实讲哦 你有时候在台湾看哦 当然啊 那你要去搭上民进党的政治 那就是更等而下之了 台湾非常清楚啊 有时候你在看 在我们 台湾哦 因为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德性啊 这个德性 你就是没有去追装 过去发生什么事啊 所以那时候就 你就一个印象就定下来了 那后来呢 后来的我们呢 没有 没有人注意啊 我是一个会追装 后来发生什么事 后来结果是怎么样的人啊 我们台湾都不在意 因为我们媒体的量太大了 我们今天看了 哦这个怎么样 哇这个 对不对 我们看 这一个月来发生什么事情 现在还有人在谈论废废吗 那废废已经被打死了 一枪就把他打死了 全台湾最准的 原来是一个类人 全台湾最不准的 原来是黑道 打了88枪没有人伤亡 打了51枪没有人伤亡 打了半天 对不对 还不如一个类人啊 各位 可是 有这么多的新闻 零零种种 大家 事够金千 然后就没有人去追究他的夏文了 然后就没事了 没有人追究夏文就没有事了 可以这样吗 各位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啊 所以这个新闻只要够几天没有人讨论 那就没事了 我们政治也是这样啊 对不对 现在还有人在讨论那个 自称我眼睛小有错吗 数位部的次长 立委执行他打瞌睡打成这样 说没有我们瞌睡 你整个头都差一点 突然顿下来都差一点去敲到执行台了 那个 那个和眼睛大小有什么关系啊 各位去看那个画面嘛 那已经夸张到这种地步了 对不对 卫福部 不是 数位部 数位部的堂红已经够让人家看不起了 这什么数位部啊 妈的多重宇宙啊 什么数位部 216一 他们在干什么 民进党的网金部 大家都清楚啊 用国家的钱来养一个网金啊 对不对 一群网金在里面什么不用干啊 这个次长叫李怀仁他干什么 他就苏贞昌在执行 那时候在立法院马上就 行政院的团队马上就做了梗图 然后丢给了那些网金 网金就开始攻击 执行苏贞昌的在野党 那今天执行 哇 苏院长 哇 当场做梗图 第一名李怀仁啊 那给他仇用是什么 数位部政务次长啊 各位 政务次长 一薪多少 至少15 6万 还有特资费 加起来20万啊 还有坐车还有司机 当网金真爽啊 有谁去追究 没有啦 上个礼拜五没有人追究了 对不对 讲一天就没有了啦 各位就这样啊 民进党就是敢做 敢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台湾人根本不会在意 未来发生什么事情 根本很健忘嘛 我现在用大量的媒体 然后给你制造一个印象 然后我就撤了 我就再去找其他的议题 然后再大量了 哇 他在讲 哇 脑袋就有一个印象 啊这事情 事情到底怎么样 怎么样不重要啊 是我现在留在你印象的东西 所以你就觉得国民党很差 我们民进党很好 畜生党 对不对 畜生党 跟他一起当畜生最好 民党就有办法跟你洗脑啊 那各位想想 这是我们的价值吗 不是啊 我们今天看到 这些人讲东讲西 他讲东西是假的 是做不到的 那好像也没事啊 对不对 现在新竹棒球场谁在关心啊 桃园的那一些 天老板露下来的 桃园的那个 地下停车场 下来压死人 还有谁会记得是郑文山 不会嘛 因为事过今天 大家没有去追究了嘛 各位 这就是我们的世界 我们的台湾吗 女人 你们要记得喝水 好 谢谢 董哥要不要先讲一下 今天有什么行程 我今天 会上东森的 那个 爆新闻 爆料的新闻 然后 还会上头条开讲 头条新闻 中天的头条新闻 好 谢谢 然后我们今天从 海天一色开始 是 海天一色 唯一支持下架民进党 没有错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 是 谢谢海天一色 非常感谢 然后洪家虎 谢谢家虎 生意资深 董哥喝水 谢谢 然后温森旺 谢谢 温森旺 他 董哥讲的不甜蜜 甚至是讲良心 谢谢 温森旺 我们年轻的好朋友 然后靖刚 是 陈明文 不凡 台湾高点 导致执政党 被黑沟 飞黑沟 好好笑 陈明文 这个人 懶得讲他 我老实讲 构计在国民党里面 获得多少照顾 然后 一背叛国民党以后 又讲的不一样 好 艾尼克斯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 然后 温森旺 谢谢美国来的 谢谢 温森旺 他给我一个很漂亮的图 谢谢 感谢很卡通 谢谢 然后 是日本的好朋友 现在所谓民主 就是大家可以很大声的 讲政府 领导人 但美国的领导人 只有 很难 不改进 没有错 谢谢 好 我们准备回现场 是 欢迎小董 真心话 因为这几个礼拜 都是各党 党内的出选 立委的党内出选 那当然上个礼拜 习小金跟傅鸿泰 那 习小金 因为 当天一公布的时候 公布因为 投票投到四点 大概五点就知道了 因为票不到 投出来的票 大概 大概才 不到一千五百张 你要党员票 国民党其实自己要考量一下 他党员票有五千八百多张 我在节目上讲过 大概五千八百六十张 投票大概 投票大概一千五百张 这个投票率很低 不到三成你知道吗 其实国民党的党员 我老实讲 因为党员跟我也很熟 党员他的代表性不足 你如果这么认同 投票率怎么会这么低 不到三成 对不对 然后来投的 这个要决定百分之三十 你们又认为说自己很重要 又不来投票 那这个就让人家骂 那习小琴当天 晚上马上开一个记者会 开始 开始 攻他的对手 因为民进党已经确定 打败洪建议的习淑华嘛 所以变成两个人要开始大战 习小琴当天晚上马上打了 习淑华的照相簿 你看 你礼拜三都不来开会 钱照领 那很多人不了解议会的整个过程嘛 其实那些奖那些东西 有的不是很清楚 这三十年来 前台湾没有一个记者 没有一个议员 比我对台北市议会还熟悉 我敢讲 我把议员包括在里面 前台湾没有一个记者跟议员 有我像台北 对台北市议会这么熟悉啊 为什么 因为我是当做研究 至少有将近二十个人 我讲 至少有将近二十个人来访问过我 为了要学台北市的政治 台北市议会的印作什么 他们都拿到寿司协位了 我公开讲啊 他们都已经拿到寿司协位了 他们打掉来 说 董哥我要 有的我认识 有的不认识 别人介绍来的 那我想说你要你有心求学嘛 所以大概访问的构成大概有半天了 前程录音 他们随便问什么 我都对答录流 他们问什么法规 我就告诉他法规 是在讲什么 因为我很熟嘛 很熟变成口碑啊 我敢讲啊 喜苏华这个有没有构成 各位很多人不晓得 台北市议会议事厅 在二楼啊 你要进入之前 他有两个门 左边跟右边 那中间呢 中间是一个签字的 你就要在这边签到 签到没办法做假 自己签嘛 那他什么时候拿出来 因为你今天要开会 他今天会拿出来让你签 晚上就收回去 你没有办法签 那曾经有民进党的议员啊 他当天没有来 他要求 把周天的本子拿出来给我签 不给他签 破口大骂 后来他们得逞了 他们得逞了 我跟你讲 他们当天没有在台北啊 那我有时候看 我讲民进党的议员啊 那 他们什么都敢做了 我讲这个 没有人报导过 独家 但是我也不怕 因为 为什么 因为太容易查了 什么叫太容易查 你有没有出席 议事厅 前程露营啊 你有没有出席 在哪里 你站在哪里 没有嘛 你没有出席 你有签到 当然我要这样讲 他会说 你如何证明我是补签 哈哈 我不用证明啊 因为你 你们当天不在台北 都可以 都可以找得到啊 因为你们自己去哪里 也都通通被拍下来的 但我讲这个哦 我懒得跟民进党这些人讲 因为这也是很多年的事 我要讲哦 现在 现在啊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我们看哦 你议员 很多人到二楼 我不是讲 右边有个门 左边可以走路 走进医事厅吗 很多人签了字就走了 签了字表示什么 可以领出席会 啊签了字的意思是要表示什么 表示我要进去开会 这就这四个字嘛 你选上议员 选上议员要做什么 选上议员最主要就是议嘛 这个议就是会议啊 就是开议以后要开 对不对 譬如说新北市议会今天开议 开议的意思是怎么样 我们要开会了 我们开什么会 我们议会是要监督新北市政府 所以今天新北市政府的主要官员 今天就要来接受我们监督新北市议会 一样嘛 那台北市议会一样 全国各地方的议会议啊 你今天签了字 然后我掉头就走 我只是为了来签字来领这个钱 这个叫不叫贪污 叫啊 为什么不叫 那我有签字啊 你有签字 你连会场都没有进去啊 对不对 他们很多在辩解说 我签了字我就在上面 我就去做选民屋 我就在上面 上面是指他们就到研究室 看电视 对不对 就说我们到研究室去看电视啊 那当然啦 就市议会的秘书处 他没办法去管你说 你有没有进来开会 他们以签字为准嘛 那你签的字 你不进去开会 钱他还是这样发给你 只要有签字我就发钱给你 进入你的账户啦 简单讲是这样 那喜苏华这个有没有问题 现在喜小军只供他 你签了字你就走了啊 那你就不要来签字啊 可是不签字没有钱领啊 习处啊 为什么被喜小军捡起这个 他去开中长会嘛 礼拜三台北市议会 每个礼拜三是他开大会 譬如说他现在是部门执行 就不是开大会 你部门执行人不能说 我喜小军在执行 大家都要来听 没有 没这回事 谁要听你讲啊 你讲我才不要听 所以只有执行的人在场 这是一个情境啊 很多人讲 为什么执行下面都没有人 当然没有人啊 我干嘛听他讲 这个叫做分组执行啊 外界人很多人不知道 就看了那个画面 都没有人 当然是没有人啊 你执行 我其他人我为什么要听 你在执行官员是你家的事啊 我为什么要陪坐来这边听你在讲 这个是分组啊 很多人不知道 常看他在画面就破口大骂 那是完全不懂的 那我讲这个 没有说要偏袒谁啊 但是我告诉各位 如果签了字 然后掉头就走 不禁忌开会 只为了签这个字 签这个字的用意就是为了领这个钱嘛 表示我有到 钱就要进去 我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知道 新竹有个地方叫新浦 客家人的一个 那新浦有很多东西很好吃啊 各位朋友 以后如果有机会 我就介绍一下 我们新浦啊 或者这些 北浦啊 这些地方好吃的客家菜 新浦啊 有个正名代表 他叫范振奎 大家知道 小董有个好朋友叫范振中 以前新竹县的县长啊 都叫他犯大炮啊 我都叫他犯大炮 他都叫我懂大炮啊 那 范振中 的范振 振就是提手房的振 范呢 范花宝典的范 他怎么签字 他知道他自己第二天很忙 他提前一天 叫会场的人 把那签不不把出来 我把明天的签一签 他就做过一次这样的事情 那这样开会可以领多少钱呢 就你有来开会可以领多少钱 因为他们正名代表会 每年开的时间 没有很长 加起来可能只有一个月 一年代只有一个月 因为 这种名义代表 不是专任的名义代表 为什么 都是各自有自己的事业 乡民代表 正名代表 都是这样 市民代表 所以他把他签了 他领多少钱呢 2450块 2450块 他只是领这个钱 后来被人家挤花 挤花要查你很容易 你当天有没有来 没有来啊 怎么证明你没有来 因为议会到处都有露营啊 会场有露营 外面也有露营 你说你有来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我是检察官 你告诉我你几点到 我中午吃饱饭就来了 大概一点到两点左右 我也忘了 好 没关系 我把一点到两点 所有路口的掉出来 你在哪里 你从哪个门进来 没有嘛 你根本没有建议 进我们正名代表会 你怎么把钱拧走 还有钱支 对不对 所以他就被判有罪 你知道吗 这个叫范振奎的人被判有罪 他跟许书华是不是很像 许书华说我当天有进来啊 我只是没有进入一场 那当然了 你要看法官怎么解释 我举这个例子 只是给各位参考啦 但是 习书华这个很危险 习小金说 只要习书华去登记 我就去高发他 他这个很危险 你明明 没有真正来开会 你只是来签字 那范振奎 你明明没有来开会 你只是签字 他的道理很像 对不对 他的道理很像 习书华说 我是当天签啊 范振奎是周天签啊 那签字 签字为了表示什么 表示我有开会啊 你明明没有开啊 范振奎签字要表示什么 表示我有来开会啊 你明明没有来开会 所以他的道理是要干嘛 都是要领这个钱嘛 领除袭会嘛 范振奎后来被判有罪啊 有罪喔 因为他坦诚啊 他是前一天签的 那 那怎么办呢 他被判了 一年八个月 那后来 后来因为他坦诚 而且把 贪了这两百 两千四百五十块缴回来 后来 二审法官判他说好 你缴交公库五十万 向政府认罪啊 你要贪政府两千四百五十块 向政府认罪啊 那你缴五十块 给国库 我让你缴行五连 恋在你 能够知够能改啊 各位这是那时候的判例啊 我我讲 那时候判出来的结果 那现在呢 现在这个战还有得打 对不对 我我我我我讲的是 一个一个 一个曾经发生的事 可是各位朋友想想 这选战下来还有很多 选战今天 民进党基隆的也确定了 那今天晚上要开始 赖会员跟郭真慧 两个的选举 这是台南最精彩 两个互相咬来咬去 打得非常热热 赖会员找阿扁来帮他站台啊 阿扁现在都可以站台了 各位朋友 每次阿扁他只要违反 接受访问自己来开节目 阿扁那时候出来说 我绝不搞政治绝不怎么样怎么样 现在他统统违反了 然后你要问民进党的台中监议 台中监议说 我们会了解以后再来答户 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阿扁违反这个已经违反很多年了 为什么 因为司法本来就是民进党 民党要干什么就做什么嘛 对不对 阿扁每一样都违反了 下次阿扁可以在台中监议门口 那边的竞权总部站台 然后说台中监议每天欺负我 我们就要把他推翻 台中监议也不敢讲什么话 因为司法本来就是民进党的 你要把他当作真 那你就跟自己过于不弃了嘛 对不对 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我们去不要喝水 我们刚刚念到Hiro Yoshi 是Hiro Yoshi 好 谢谢Hiro Yoshi 他从日本过来 现在的民族 没有错 但是 可以看到 就是 人民的声音 只听 做不到改进 没有错 G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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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给我一张漂亮的图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他的抖内 然后 杨峰 谢谢杨峰 杨峰刚刚我在中广的时候 他也来抖内我 现在的民族 就是民进党做主 那 没有错 司法单位 大家一起来 挺力来发大财 没有错 那 大家也看到 小峰峰 他也来抖内我 他说 最爱董哥 来了 董哥喝水 给我 三个一百分 谢谢 谢谢 然后 叶大雄 谢谢 叶大雄 谢谢叶大雄 大雄 谢谢你抖内 非常感谢 给我一张漂亮的图 还有黄阿花 阿花 阿花也谢谢你 阿花也常来跟我抖内 然后道洋 道洋刚刚在中广 也跟我抖内 三四次 非常感谢 他都有一个好的文章 谢谢 然后是 张景雄 张景雄 谢谢景雄 非常感谢 他是以我观察 台湾从泰文化时代 没错 就 等着就妖魔当道了 的确是 鬼魅横行 阿 这个美丽的宝导回不去 没有错 整个价值败坏 然后吴昭仪 谢谢昭仪 新竹的好友 也谢谢道洋 道洋 再次的抖内 非常感谢 好 我们准备回现场了 你 全世界news就吧 欢迎 欢迎小董真心话 今天最重大的新闻两个 一个已经发生了 一个还没发生 已经发生是什么呢 已经发生了 各位 就是 联华食品行的大火 十个人没有生命意识 已经确定五个人身亡了 这是非常悲惨 各位想想看 这家这么大的食品公司 赫赫有名 你在那边上班也已有熔烟啊 阿现在呢 现在 发生大火 大火生了熔烟 把人呛死 就你没有呼吸 他其实真的是非常 非常可怜 非常让人家惋惜 你知道吗 发生在彰化 一个 另外一个 新闻是什么 就国民党将要提名的总统候选人 何有宜 今天台北 新北市议会 新北市议会开议 那当然 要把他当做总统 打 新闻才会大 对不对 你今天如果你当民进党的议员 你不 你不猛烈攻击何有宜 当然攻击就上全国版啊 所有媒体都会报道啊 对不对 当然是啊 所以何有宜 被问这么久了 从去年选举 9月1月11月26选完以后 每天都在被问 你什么时候先不选总统啊 然后弄到现在 新加坡去哪里 大家都 都是把他当做总统候选人在对待 包括媒体啊 那今天呢 今天是正式 他必须面对的一个是 法定可以监督他的新北市议会 所以这个新闻会被做大 各位朋友 会被做大 他讲什么都会被做大 对不对 尤其他现在有个对手叫郭台铭 那郭台铭不是他的对手啦 只是郭台铭 因为他有很多媒体在吹捧他嘛 尤其立营的那些人 希望他来 把国民党 让你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 最后 两败俱伤嘛 出来那个人 也伤很累累嘛 民党就这样 那民党 那些立营的媒体 因为他们可以拿很多 跟郭台铭相关的广告啊 上一次郭台铭 参加郭民党党 突然就拿很多广告 他们赚宝啦 太宝了 宝那是四年前 现在还要占 狠狠的赚利比嘛 然后有一些 有一些人 媒体人啊 或谁什么 就会出来帮郭台铭 为什么 他有钱啊 我们帮他 我们就有钱啊 对不对 帮他 你这个应该怎么讲 你这个应该做怎么样的修饰 怎么样 这提供专业意见 领钱 无可厚微 那这是一个机会啊 很多人是靠选举在 在赚钱的 才有收入嘛 选举两年才一次欸 选一次 总统大选比较久 譬如说像我们这个搞一整年 总统大选是明年1月13 最早知道1月13 全国第一个是我 我连中选瑞都还不知道 我就宣布了 大家记得嘛 中选瑞都还没有宣布之前 我自己就宣布了 我在明年的选举 就1月13 奖金国 四世纪念日 最早讲啊 为什么 因为我自己把它推算出来嘛 那 然后中选瑞公布了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但是我想 我们有一些经验 我们自己知道嘛 那这经验推出来就是 大家只有 哦 原来小董讲的 果然没有错 比中选瑞还早宣布两个月 是啊 那这个就是经验吧 我讲的经验喔 你可以看到 侯友宜 今天会被大量的解释 这是一个新闻 但是台湾要 台湾还是在运作嘛 对不对 台湾还是有很多事情 应该做嘛 那台湾现在 缺什么 缺蛋 缺水 缺电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 在报道那种停电了 其实这几天 每天都有停电 而且有的停的蛮离谱的 每天都有 你知道吗 啊 大家看 又停电 除非你是那种大停电 几十万人大停电 几百万人大停电 那种 大家才有兴趣啊 那现在 一停电 几千户 几千户 受影响 也是一两万人吧 没有人报道啊 或者就算了 就这样 现在变成习以为常 各位 这是一个怎么样 人人都可以习以为常 只要不是我 我就不管了 不应该这样 但是 你有时候看喔 譬如说台湾 立法院今天来了一个客人 这个客人很特殊啊 那 立法院把大门打开 让他车子开进去 你知道 立法 委员先是就职4 2月1号 门打开 所有的委员可以带着家人 带着朋友 走那个红毯走进去 但是车子不能进去 今天把门打开 这个人车子开到议场门口 立法院的大门跟那个议场 大概还有100多公尺啊 大概不到100公尺 快100公尺啊 大概 李毅到这种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人是瓜地马拉的总统 蔡英文不是才去瓜地马拉访问吗 所以高规格对待 因为有邦的总统来了 他快卸任了 他来两天啊 为什么要来 因为他认为没有跟中华民国断交啊 那他来 各位背后的意思想都明白啊 对不对 我们就不跟台湾断交 他的在野党 五月要投票啊 而且 因为他们只能做一次嘛 所以他的这个党 眼看可能快要输了 在野党说我们只要当起来 我们就跟中国大陆建交啊 那我们外交部长 昨天吴钊燮就到处讲 中国大陆啊 常常借钱给一些人啊 造成人家的债务 造成人家的债务 好可恶哦 那人家跟你借钱你不借 今天你的邻机 家境有困难 来跟你借钱你借他 你的邻机还有左邻右舍 大家都骂你 你借钱给他 造成他的债务危机 那你们为什么不借啊 各位 他在需要钱的时候 我借给他 因为我要帮他 我也可以不借啊 结果那些不借的人 通常出来指责我 造成他债务危机 他跟你借要还你知道吗 借钱当然要还啊 你们因为怕他还不出来 你们就不借他 然后现在 所有人为 为者来骂我 今天中国大陆的情况就这样 他在 中南美洲在非洲 他借人家钱 美国还有台湾 台湾这些欧洲这些国家 就骂他 你借钱给那个国家 你造成他的债务危机 各位 盗国为盈死不要脸 没有像这样的啦 我解他的燃眉之急 结果最后是我错了 你们不救他的人 你们见死不救的人 现在振振有词 你不借给他 他就饿死啊 你不借给他 他就饿死啊 那 那你们现在 自己 在道德上 其实是理亏 所以 可是今天 因为对方是 共产党 所以就开始来骂 哎呦 这造成人家 债务危机 吴钊燮昨天就开骂 所以中国大陆就造成 就是 到处挖角啊 造成那些国家的债务危机 奇怪的 各位这个 是不是叫盗狗为盈 我刚刚讲 用铃鸡来 来做比喻 大家都很清楚 今天你有困难我帮你 那 那因为我有这个能力吗 我帮你 啊帮你 帮你以后 你去跟其他人借 那些不借的人 来围攻我 就是我们现在的情况 但是 我们跟瓜地老妈 瓜地老妈 这国家很奇怪啊 因为他们常在到处 跟人家借钱 或者要求 游说别人家的国会 来帮忙他们 他们去游说 游说美国的国会啊 游说要钱 要给他国会一元钱啊 要有公关公司帮你打点 你这个要怎么讲啊 对不对 就像郭台铭现在在嫌疾 有公关公司 有一些人在帮他打点 你今天开这记者会 你重点放在那里 好 那那个记者 记者我们来应付 因为很多是记者出身的 所以郭台铭 那一天从日本回来 开记者会 然后都设计好了 记者不能发问 记者要发问 要先写一个说我要问什么 然后由那些人在整理 所以QBS的记者欺诈了 我问你的问题 并不是你刚刚宣布的那一题啊 QBS的记者就 就你 你郭台铭你自己弄这个机会 好不容易可以跟记者碰面 结果 你还要 我们要先写 我们要问什么给你看 然后你你才愿意回答吗 你可以直接面对记者的机会这么好 结果你还要先够立吗 那你这么不亲民的话 还要人家来采访你吗 你不是要先打理念 希望大家大量报导你吗 QBS的记者就 就写了一个文 就讲了这件事情 大家才知道说 哇原来有那么多人在 帮忙勾开明 做选举 然后做一些 做一些修正 做一些步骤 那各位朋友 其实你可以看到 在台湾 很多事情 不是我们想像那样 瓜地马拉总统 他讲了一句 很有意思的话 蔡英文记的时候他还讲 他今天又讲 他说台湾 是唯一真实的中国 我们是中国 没有错 各位朋友 全世界每个国家都认为 中国只有一个 我在节目上讲过 有13个国家认为 中华民国才是唯一的中国 跟瓜地喇嘛的总统一模一样 其他的国家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中国 全世界每个国家都认为 中国只有一个 只是他们认定了中国 有13个国家认为 他们认定了中国 就是中华民国 就好像 瓜地喇嘛的总统 那他今天来的 他叫 贾代麦 瓜国的贾代麦总统 那各位朋友可以观察 可以注意听他怎么讲 only出千 就是我们的名字 2023结出 董哥我们把剩下的那个 酒内念完 好 OK 刚刚念到 道阳 对 道阳 是 谢谢道阳 谢谢 非常感谢 然后谢谢李道阳帮我们 那滕阳 他还给我一张漂亮的图 非常感谢 然后方蕙大表克 谢谢 给我一张很漂亮的图 谢谢方蕙大表克 还有李道阳又来了 谢谢 他转述了那个真诚报 非常感谢马上有执政时 的一些那个 董哥 我在广播里面讲的 然后是 Martin Chu 是 谢谢 非常感谢他给我一杯咖啡 很感谢 谢谢大家喔 谢谢 董哥我们刚刚更正一下 刚刚瓜地麻辣 有讲成瓜地喇吗 瓜地 是 好 谢谢 谢谢董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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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